一辆出租车大头朝下插在了商业街的中心地段 而四周并没有很高的建筑物 计价器还在计飞,迪士灯依然亮着 但车里既没有司机也没有乘客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耍帅恐怖片0110 一个学生妹摔死在了大厦的天台上 这里是最高处,而这一整天也没有任何的飞机从此处经过 学生妹究竟是从哪儿掉下来的,成了困惑警方的一道年题 就在这位哈斯尔一头污水的时候 法医莫名其妙地从天台上摔了下来 不知道哪哥们喊了一句天台有鬼 其他的警察吓得是抱头数算一转眼全都不见了 很快刚炒完菜的小谢来到了现场 一套眼花缭乱的程序过后 楼顶的卫星天线砸了下来 化着烟熏装一脸苍白的离鬼出现了 目前还是交警的小冯有火箭鬼的能力 他是现场除了小谢之外唯一能看到离鬼的人 小谢在警察局负责一个叫2002的特殊部门 这个部门主要的任务就是抓那些违法乱纪的离鬼 小谢和离鬼是一对搭档 一人一鬼已经合作很多年了 他们乘电梯来到天台 见到了学生妹的鬼魂 原来学生妹跟他的老师搞失声恋 老师意外死了之后 便蛊惑学生妹自杀去那边找他 由于这位男老师欺骗未成见少女 道德败坏人生共愤 小谢决定不让这位男老师投胎 他用一颗注满了自己血液的子弹 把男老师的鬼魂打得是烟消云散 而小谢和离鬼的这次行动 全被小冯看在了眼里 针对学生妹自杀 卫星天线坠落和法医被摔死这些案件 警方的高层在一起开了一碰头会 主要就是研究2002这个部门 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因为警方每年都要在这个部门 投入大量的经费 但真正的鬼一个也没见到 而2002这个主发灵异案件的部门 每年都需要各个警区的领导签字 才能继续下去 目前的情况是 其他警区的领导都签了字的 唯独这个爆牙里拒绝签字 为了逼着爆牙里签字 离鬼利用超能力给爆牙里来了一下马威 纸扎店老板老罗是一位神通广大的人物 自称跟二郎神一起遛过狗 和阎王爷一块喝不酒 上天戏过嫦娥 入地会过孟婆 孙悟空也拿他没辙 由于老罗特殊的身份 一些还没有投胎的孤婚野鬼 经常会来店里找老罗斗闷子 目前小谢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 跟他合作多年的离鬼要去投胎了 而他必须再找一个鬼搭档 才能继续抓鬼的业务 由于小谢命犯天煞孤星 克天克地克公器 克父克母克兄弟 因此任何人都不能跟他有太近的关系 这也是他为什么只能跟鬼魂搭档的原因 小谢坐公交车的时候 会经常遇到女护士丹妮 一来二去 丹妮对小谢就有点意思了 为了跟小谢套近乎 丹妮主动找小谢借钱买车票 虽然小谢也动了真感情 但他知道自己就是人类的克星了 这辈子注定要孤独一生 为了不连累丹妮 他提醒丹妮一定要抓紧时间还钱 离鬼以前也是一名警察 跟小谢两人是搭档 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 由于失误 小谢一枪把离鬼给毙了 根据纸扎店老板老罗的掐算 小谢的新拍档正是能为交通警察小冯 小冯不仅有活见鬼的能力 而且还具备所有抓鬼的天赋 根据上级的指令 两人来到一疯狂的派对上 找到了那名为离奇烧死的受害人 说离奇是因为人被烧死了 但身上的遗父却好好的 小谢很快就找出了杀人凶手火魔女 双方掐了一会之后 火魔女被小谢用试魂枪给毙了 火魔女的死可把水鬼小方给弃坏 他发誓要为自己的女朋友爆出血恨 按照小谢的搭档必须是鬼魂这个规矩 老罗已经算出小冯将不久约人事 他希望小谢能帮助小冯完成未了的亲愿 但小谢一打听 发现小冯的那些高大上的亲愿 他一个也帮不上忙 两人正吃饭的时候 四姥姥的鬼魂突然出现 四姥姥希望小谢能帮自己照顾一下孙女 四姥姥和孙女当初是一起出的车祸 四姥姥嫁喝戏油了 而她的孙女目前还在医院里昏迷不醒 小谢和小冯来到医院看望四姥姥的孙女 竟意外的遇到了护士丹妮 为了防止丹妮出现意外 小谢再次让丹妮换钱 两人约定第二天还在医院里见面 而小冯这个单身狗 居然对四姥姥的孙女一见重情了 虽然孙女目前还处在昏迷中 但小冯一点都不在乎 为了让孙女尽快醒来 他还专门花大价钱买了一张按摩椅 可以说是绝对的真爱 丹妮用一千元纸币 叠了一个新型的飞机送给了小谢 但这件事马上就被老罗给发现了 他提醒小谢千万不能跟丹妮有交往 不然是会害死人的 小谢没办法 只好把多余的钱还给了丹妮 面对丹妮大胆的表白 他只能硬下心肠 拒绝了这份美好的爱情 四姥姥的孙女终于从昏迷中醒来了 小冯眼看着就到了收获的季节了 小谢把小冯带到了老罗的纸扎店 老罗告诉小冯 他马上叫嗝屁了 人的命天注定 老罗让小冯一定要想开店 小冯一听可气的不清 差点把老罗的纸扎店给拆了 水鬼小方经过打听 最终得知是小谢和小冯杀了火木女 他来到病房 看到小冯和孙女聊的那么开心 这气就不大一出来 双方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 在走廊里傻作者的小谢温讯而来 拽着水鬼小方跳进了游泳池 这小方不愧是水鬼啊 直接就把小谢打的灵魂都出了敲 而如果想把小谢的灵魂找回来 那就必须去小谢心愿未了的地方才行 小谢能有什么心愿呢 无非就是想和丹妮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小冯来到公交站 果然看到小谢的灵魂正跟那儿安然身伤了 小冯把显行水交给了小谢 小谢的灵魂主动约丹妮出去吃饭 并向丹妮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 但显行水是有时效的 两人的感情刚刚开始升温 显行水的时间就到了 为了不让丹妮发现这个秘密 小谢急忙钻进了电梯 吃瓜的带您睡到电梯门口 发现小谢已经消失不见了 电梯里只留下了小谢送给他的礼物 小谢昏迷不醒 而小冯又是个新人 警察局领导们经过研究 决定暂时关闭2002这个部门 得知这个消息的老罗一身黑客帝国 就来到了会议现场 原来这位纸扎店老板 居然是上一任2002部门的主管 老罗正跟爆牙里掰扯的时候 小冯被水鬼小方上了身子 水鬼小方砸晕爆牙里之后 开始追杀老罗 关键时候小谢的鬼魂出现了 正所谓我命由我不由天 小谢决定活出灭 也要保护小峰的安全 时间仅任务急 小谢必须在水鬼完全控制 小峰的意识之前 把水鬼打出小峰的肉身 这场动作戏 毁坏了不少警察局的公共财物 威亚加特效 俩鬼打的是鸡飞狗跳 老罗在旁边也没闲着 不断把扎好的武器烧给小谢 不仅有大宝剑大铁锤 最后连火箭筒都上阵了 他们俩这边打得挺热闹 这股电流打通了小谢的认读二脉 直接冲击到了小谢灵魂的最深处 为了把水鬼赶出小峰的身体 小谢用试魂枪给小峰来了一下 按道理来说 这一枪下去 小峰应该去找杨文业报道 但奇怪的是 导演为了搞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一句鬼的眼泪代表着爱和重生 就让这二位全都活了下来 而且小谢这位天煞孤星谁也不客 跟丹尼幸福的牵了手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首唐诗压经吧 只要故事有煽情 管他逻辑行不行 前面挖了太多坑 到了最后填补屏了